意大利总已宣布 失火杜伦诺曼大西洋号的救援任务结束 救难队在失火36小时之内 撤离了427人 另外有10人不幸身亡 不过在救难的过程当中 意大利的官方发现 很多乘客跟杜伦公司提供的名单不符合 所以没有办法确定原来船上到底有多少人 现在除了要调查起火原因 还要追查明杜伦是否涉嫌非法移民